这次我们谈谈眼科股 首先有新股招股 就是眼科医疗服务集团 就是潮聚眼科 今天公开招股 计划全球发售1.7亿万股 当中一成会在本港逐公开发售 招股价9.48到10.6 集资额方面大概18亿左右 每搜500股 入场费大概一搜5300多元 如果你看这间公司 在内地有17间眼科医院 然后有23间视光中心 你一听就知道做些什么 收入主要都是说 激光矫视、近视、软视、散光 配眼镜或者相关服务 又或者做一些比较基础的眼科服务 例如白内障、青光眼等等 这些手术 你看上去做眼的 其实上市场上都有些选择 你说是不是很独特呢? 又不算是 但的确它的服务范畴 你看到增长 应该可以继续持续 那怎么看它的前景 或者它的吸引力如何呢? 纯粹以公司业务本身的性质 你都说了很多 它根本上是和眼科相关的 範疇的关系 其实在这么个程度上 你可以说这一半的发展 是有必要的 你都可以说 那个稳定性 相信是比较高的 但是你说是否增速又会很快呢? 那这个就真的是两体了 因为如果你看回公司招务书里面 都提及到就是说 如果以之前的时间 你说内地方面 眼科、医疗服务的市场的增长 如果你从2015年到2019年去计算的话 基本上那个复级年增长到 大概是一成半了 你说是否真的有个急速的增速呢? 又不至于是 甚至乎你打后的时间去预测 其实都是大概十两个百分比 所以你只可以说 这个范图是有增长的动力 但是就不会很强 好 看看它的规模 它在大陆方面 全中国计算是排第五 蒙古排第一 华北排第二 看到它的收入方面 去年就升一成一 顺利就摆出来 大数是可以升到七成的 毛利率方面 你看到也有提升的 你看到毛利率 是可以由38-39% 去到44%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疫情 它就豁免了向员工做社保的供款 所以令到毛利率就升得多了些 如果扣除了这笔数 毛利率也是升 不过幅度就当然看明显 大概是42%左右 这个摆下去和同业 我们最简单的拿起码眼科出来 它似乎就差一点 慢慢地看下去 而且比起 讲到它 前景方面的增长 主要是蒙古和华北地区 论它的规模又是怎样呢 我做了一些比较 大家可能不知道清楚的情况 因为它有一些耐力的同业 其实都算得比较大的 这一家 有一家在A股上市 叫做爱意眼科 如果以这一家的尺寸去计 用上年的营业额去计 大家会比较清楚些 如果以爱意眼科 上年的营业额是多少呢 大概接近120亿左右 这个是全年的数 而现在这一家 叫做焦罪的眼科 其实它的营业额是多少呢 大概是不够8亿的 就是说你看到 龙头的规模 尺寸真的很大 甚至乎盈利也是 所以这个盈利 如果你比较的话 那一家的爱意眼科 可能是焦罪是十几倍的 所以你可以反映一下 其实虽然说它都在第五 但是规模上真的差一点 而且它的发展是集中在内蒙地区 就是内蒙那边就多了很多 那其实都没有了 如果以内地的这个範团去看的话 未来那段时间 大家靠一些什么 可能你说叫食谷 都是不断做一些病救的 因为好像你刚刚提到 对外意那么大也好 它都做了很多的病救 就是刚刚过去六月份的时候 都做了一些病救的 那你又好像现在的焦罪也是 其实你看到去集资所得 都可能用于一些 可能在未来的时间 都有一些收到部署 但是问题就是 其实这个办法本身 你明来一些 我想那个叫做竞争方面 可能就是在拼购方面身上 那你便是说 究竟它能不能做到效果 就是你问它 有没有能力 可能和别人抢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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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数到永达汽车创办人的儿子持有一间财富管理公司 数到这个就已经是大家可能最赤得上关系 另外要留意它发售的1亿7千万股 有近两成都是旧股 刚才Sandy分析它那个业务 大又不够人大 规模相对比较小 业务很独特又不算是很独特 可能大家看基石投资者又不算是很吸引 大家应该如何做部署 有些说法是小小会不会容易炒抢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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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反而如果大家真的想部署的話 反而我建議一下 可能先看看現在的營購反應 如果你介紹多少的營購反應 可能會比較上很多人去研究 現在研究的倍數很厲害的話 不妨考慮一下就粗巧 沒有的 你說新股 你就當作是短炒的 你可能當作是粗糙一兩手的 你看一下上市的時間 你就考慮沽貨 但是你說這一隻是不是一隻可以長渣的股份 我覺得是要再觀察一下 我希望你如此 心情會不會長得會長得到 它需要採用 說中國的 中下最新的主題 是我在破壞工場 仲人與選手 有一個對方 就是你最大的 快樂 一切方就能理想 這次 你都原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